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分享 大师给我们传授的解毒 帮身体解毒 以及从精神类药物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损伤中 走出来恢复回来的方法 就是有两种解药 一个是姜黄Tumaric 再有的就是Haritaki 师父说呢 在我们的人生中 除了自己的母亲 Haritaki可以是我们的第二个母亲 所以呢 我们的身体 特别是 吃过精神类药物的 长期服用的这类的朋友呢 你们的神经呢 其实 神经系统呢 是受到了很大的损伤的 这类的人呢 以及 其实广普大众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 水中的服 或者是我们所用的牙膏中的服呢 对我们的身体呢 是很大的伤害 大师讲的其实服是毒药的 它呢 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服用来侵 侵入我们的体内 给我们造成毒害 那也可以通过皮肤的接触 肌肤的接触有40%的服呢 在水中的服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服呢 是非常 大的聚集在我们的第三只眼上的 就可以直接让第三只眼盖化 然后呢 如果想消除服对我们的影响 以及呢 精神类药物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打击 甚至是 比如说像大麻这类的 精神类的这些 不能说是毒品了 当然也包括毒品 但是有一些国家 大家不把大麻定义为毒品 但是就是这一类的 药剂 或者是这一类的草药 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 有直接的这个 作用的 服用这些东西的朋友呢 你怎么能从 所有的这一上书的这一切的 药剂给我们 或者是元素 化学元素给我们造成 神经系统造成的损害中 走出来呢 就是两个解药 一个是姜黄 一个是Hirataki 那这两个呢 其实都可以用内服大师讲呢 就是Hirataki 比如说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 跟大家讲过 在晚上睡觉之前 服用一勺 而这个量呢 就可以看你自己需求 如果你 觉得自己 需要量大的 你可以吃两勺这样 但是就是 如果吃的量太大 你会有泻肚子的症兆 但是它是完全安全的 就包括有一些朋友说 我有心脏病 糖尿病 我怀孕等等这一切 是不是可以服用 任何时候都可以服用Hirataki 而且一定要服用Hirataki 即便是你没有之前的这个 这些症状 Hirataki是我们在寺庙的 所有的人 住在这儿 包括大师呢 都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晚饭之后 都会吃一勺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清理身体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这个是所有的人都要做 特别是对你呢 有之前呢 这些毒害影响的这些朋友呢 你更需要做这个 然后呢 姜黄也是可以做饭来吃的 就是印度餐里面的米饭 或者什么饭菜中 姜黄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原料 然后呢 这两个草药呢 这个药粉都可以外服 外用 就是擦在自己的肌肤上 大师说 你可以把这个汗毛 给 给那个刮掉这样 除了头发 就是五官这些 但是你身上这些汗毛 可以 清除干净 然后用姜黄 或者是Hirataki呢 来揉搓 就是要深深的搓在 肌肤的毛孔里面 然后再用水洗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全方位的解读 如果你是有以上 这个历史的这些朋友 你需要比较大量强效的使用 就是恢复的话呢 这个外服 这个你也是要 除了内服 你也要外服 这样外用 就是这个揉搓 大师说要揉搓到肌肤是粉色的 就是你要搓得进去 但是不用太疼 但是也不能轻浮这样 轻轻的擦肤也不行 就是要有一个揉搓的 这样一个动作在全身 然后姜黄呢 也可以在我们睡觉前呢 把它用椰汁或者是无浮的水呢 把它给调成 胚状的 然后擦在额头上 因为大师说呢 第三只眼是受浮的影响最大的地方 所以你擦在额头上 其实就是消除浮呢 对第三只眼的钙化的这个效应 然后你睡醒起来之后 再洗掉也可以 甚至也有些人 把它做成面膜擦 但是就是因为姜黄的颜色 是很黄的 所以就是你要洗 就是洗药 可能你会觉得就是需要洗是 就要洗得干净 就是不然的话 你第二天出去脸是黄色的 大师说你要洗完之后再见人这样 或者没有这种机会的朋友 你可以每天晚上 大师也讲了 二十分钟或者四十二分钟 这个姜黄的这个胚啊 擦在额头上这样 然后连续呢 二十一天可以帮你呢 解除第三只眼钙化的作用 但如果你生活的地区是水中有浮 最好是 就是买一个过滤浮的这样的一个净水器 把自己家中的所有的用的水呢 都把它去浮 然后 然后呢 有跟服务常年接触的朋友呢 水中或者是牙膏里们 那然后就是很推荐大家 就是包括身体也可以用 刚才大师讲的方法去 有一段时间比较 比较紧密的强效的这样的消毒的这个作用 然后呢 就把大师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呢 在这个录像中介绍到这 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 大师给我们揭示的最有力的一个 现实的一个解读的方法了 之一了 就是因为姜黄和 Hari Taki确实是非常的 它价格也不贵 但是它效应是这么大的 所以就是 我觉得大师是真的是很造福我们 好的 那就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一期间的 大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